创意比赛竟在运通 全国的投资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笑的三观破证 哇 时间过得真快 不过明天要补班啦 虽然没开盘要补班 还是祝大家周末愉快 那今天行情还不错 本来我一直最担心的 就是所谓的贝离的情况 今天补量化解 你看今天量补到2591亿 大盘最高来到15921了 只差80点 亲爱的投资朋友 1万6 但是今天我不是要来跟他聊指数 因为我觉得行情早到这边来 指数的意义 你说有没有意义 有啦 还是有意义啦 但是呢 对绝大部分的投资朋友来讲的话 我是要提醒你 指数会涨 好的股票会涨得更快 你看像今天智元跟智情 早上智元跟他聊了很久 我们先不聊智元 我们就聊智情就好了 你可能会觉得 什么突然间有个智情 我们把时间拉回到3月13号 记不记得那天我是遮起来的 我说生计股中的肌肉生 平安心讲 生计股里面赚钱真的不多 还是有啦 但是真的是不多 那为什么 我会跟大家推荐这一档 你看 第一个 最主要是他股价打回到多少 年限 有没有看到 你说打回到年限有什么了不起 就是很了不起 台零 是不是打回到年限 欣赏一下好不好 你看 打回到年限 你说了不了不起 他今天智情拉涨停 你看然后3月13号跟他提醒了 来我们把这个拿开 早就做好智能再等了 那3月13号公开分享 虽然我是遮起来 但是我那时候讲得很清楚 我说在我的这个布局上来讲 因为我们坚持要逢低卡位 逢低卡位 又不能卡一些阿里不达的股票 又不能卡一些 扶不上台面的股票 就像好比说我们卡资源 卡了十字明归 你看今天大涨马上就告诉你 哎呀你看人家也有涉及到什么AI 我告诉你 基本上来讲每档IC设计 要涉及到AI都是可以把它加租上去的 大家懂吧 什么叫欲加之罪何患无耻 每个IC设计 我跟你讲 你要把它关上AI 其实都没有问题的 只是他的A他在I 他的涉及的比例有多高而已 强一点的像巨友 先涨两倍再讲 你怎么知道我AI的程度到哪里 你不知道 可是股价会先反映 资源也是 好了 这不是我们 这个也不能算是今天的特别的重点 重点我还是要告诉大家 你到底 有没有做好逢低卡位的准备 亲爱的投资朋友 有时候我一直在想 就说可能有人输得不够多 输得不够不够怕 记不记得我跟大家讲过 你要反败为生 要勇于抄底 当然抄底是对岸的用法 这两年慢慢很多人习惯讲抄底 那抄底它告诉我们的意思是什么 它跟最高高 是颠倒的 我问大家好了 你看今天 我今天早上节目有讲 我说就我的观察 为什么我会突然间 要布局党生技股 因为我发现最近都生技股表现到还不错 我随便举例 因为它今天刚刚涨停摆 你看 这个博程生医的这个高点早就突破了 而且它这个点已经干嘛 连1万6的高点都突破了 这告诉我们什么意思 告诉我们就是说 如果你一定要等1万6在进产的话 我告诉你 你至少少赚人家5只涨停板 就是这个概念 那我问你 你要等到这个股票真的大涨了 5只涨停板之后再去买 还是要等它没大涨之前再赶快买 大家懂这逻辑吗 所以啊 你想要反败为生 要勇于抄底 这个小朋友已经长大了 长大了 但是呢 他的这个照片很多人还在用 我也还在用 我也还在用 真的满激励人心的 加油 所以你看 当初我在节目上告诉大家 自行3月13号公开 我先跟你讲 我先跟大家讲 这个 你可能就做的是 你讲错了吧 去年才赚2.22叫基欧生 救死人啊 别忘记很多生技公司 亏屁股啊 他去年12月第四季开始转亏为营 那为什么转亏为营 因为移障癌新药 有时候想一想 如果自行的移障癌新药可以早10年开发完成的话 我在想我有好几个亲戚都不会死于移障癌 我移障千年去世的移障癌 我恶伯也是 我的亲戚过去这十几年来 因为移障癌去世的至少有四个 所以对于自行来讲的话 我记得他大概在20年前 还是大概在15年前挂牌的时候 你想他一直生根在移障癌这个标靶药开发 一直从来都没有放弃过 但是我们知道这个药 比如是从一期临床 二期临床到三期临床 一直到比如说拿到药证 这不可能说今天我开发一个药 明天都拿到 大家懂吧 这个因为毕竟吃到身体里面的东西 本来就是会规范比较严格 尤其像美国FDA来讲的话 所以我觉得我们台湾的生技股 我跟你讲那些做医彩的 我不予置评 但是我觉得台湾有很多生技股 生根在这个所谓的特殊药的开发 比如说肝癌药 胰臟癌药 或者是像这两年比较夯的像什么 子宫颈癌 子宫颈药的这些开发 我觉得真的 我们都希望他能够开发成功 我讲真的 不是唱衰他们 有可能失败 你像高端他疫苗 严格来讲他是失败的 但是人家这个事情是成功的 不然我问你 如果他的产品是失败的 他如何让股价一直维持在100块上下 大家懂吗 那你说他为什么拉回修正 刚好大盘也刚好拉回 这跟他拉回 所以你看我那时候看他打回到年线 我就赶紧告诉大家 这个肌忧生把他留住 那我们是在17号才开始布局的 给他看一下一般会员 因为又是一般会员 我最近对一般会员特别的好 最好的国票 最强的国票 都有一般会员是买的 清代会员都在抗议了 那为什么我要这么做 因为我要让很多投资朋友 想要参加会员的知道 你不会因为你参加一般会员 你就买不到很好的股票 所以你看 自请3月17号103、104买进 有没有看到一般会员 我的专案会员就是一般会员 我是一个 你看一下今天价差万把块又出来了 仅中一万 你先都觉得说 最好是一万块没有什么 是啦 一天减贪一万 两天减贪两万 穿来投资朋友 你这世人要减贪几万了 我再举个例好了 来 自远 3月21号192、193买进 逢低卡位 微观的风格 3月22号195、196买进 然后呢 202当冲 你看喔 这一笔是不是小赚7块钱 我们看昨天买的便留仓就留着啦 这是今天了 3月24号202、204买进 一开盘就敲进 涨停板当冲掉 今天大赚16块 为什么我要举这个例子给大家听 我知道资源比较贵 我在call资源的时候 其实很多 我自己的会员在反映 这好像是好贵喔 那用融资买没关系 反正我们做短线嘛 用融资无所谓啦 自勤一万你没赚到 自远今天一万六 请来打出朋友 一万加万六 你今天减贪两万六 更别说我们基本单 你的波段获利喔 我觉得做股票 就跟开门做生意 我常举这个例子 我相信现在看节目的 很多都在开门做生意的 不管你是工业的啦 做吃的啦 哪怕开个小吃店的 也算在做生意嘛 我问你好了 就算你的房子 是自己的不用付租金 店要钱吧 水要钱吧 人工也要钱嘛 对不 你请个人给你告一遍 也要身份嘛 那站在你的想法 反正老子有钱嘛 我不介意 我今天开门 一个客人都没有 你可以接受吗 滴米未尽 你可以接受吗 就算是我们郭台铭 这么有钱 你跟他讲说 你信不信他下面 能告诉郭董 包括郭董 我们这个月一个病单都没接到 我跟你讲 他绝对会贏共的啊 他即使再怎么有钱 他也不可能接受说 有什么我房子都没生意 店头可以把人唱完了 这谁能接受啊 他也不能接受啊 让他接受的结果就是裁员 好啊 没生意 开始学妹套裁员 美光裁员 学美光那些大企业 一杀一两万个人 所以我们等下有认知就是说 你今天开好了账户 钱也放在账户里了 你的目的是什么 如果你的想法就是给财政部每年 反正随便做嘛 我欧白做 做书然后给财政部增加点赠交税 好啦 我只能说那你算善人啦 你不在乎你股票的输赢嘛 因为我们买卖买卖都要交增交税啊 那券商的手续费要看你的交易量大小 谈退佣啊 问题是不是每个投资朋友每个月都做个一两亿可以退的嘛 我印象中好像两千万就可以退了啦 好 我现在不是要跟你讲退佣这些问题 我是要告诉大家 股票市场就像是一个店面一样 它们都会开门 它们都会开门 我们要如何做生意 我们要如何把这个生意做到我们口袋里来 这才是重点啊 那如果你做不好的话 那我只能告诉你 就要在找我 所以你看哦 我为了要取信于所有的投资朋友 不要又说什么 哎 做好你帮马后炮 我跟你讲啦 我跟有些老师比起来 我的马后炮算少的啦 因为我都讲在先嘛 你看3月22号那天是不是告诉大家 光照来解之源 我为了要取信于你们 我就把资源写上去 事实证明嘛 你看3月22号那天 我们21号开始买了嘛 你就算22号买完195 196也不会吃亏的啦 也刚好都买在什么 起账点嘛 没错吧 这座就贪这块啊 对吧 还今天在卧了 对吧 我不是要跟你们想 大家懂我意思吧 我不是要用我今天涨你的股票来 给你们诱惑你们 好像制造一个假象说 好像我天天都有涨天满的股票 不是的 我今天能够涨天满的股票 难道是今天才买的吗 大家懂我意思吧 那你说做事那今天买也可以啊 是啊 有些股票起账嘛 你说你今天才去买智琴呢 也可以啊 OK啊 不过你买105 106 107 108 111 哪怕你买100亿都无所谓嘛 可是我相信如果今天 你能够跟着周老师开开心心的 买在这个价位103 104 我们今天只考虑要不要加碼而已 你看那心情是不一样的哦 我说什么 你懂我意思吗 那个心情是不一样的啊 我就想举巨友的例子啊 82块没有买的人 涨到86了 他不一定会相信 等到涨到96的时候再不买都100了 可是因为巨友太强了 我就顺势操作 买到160我都买了 那你说我买160我没有错 因为后来涨到230啊 没有错啊 今天我购买10万的 为什么我不买 可是这种做法如果没有老师带 我这么讲好了 如果下个礼拜志勤跟志愿在涨 我问你好了 有的人死不参加会员马来西亚说 我就是没来参加 没关系 欢迎祖宏说志勤的气 志愿说志愿的气 后面把我自己做 好啊 你可以试试看啊 我没有意见啊 如果你有自信赚得比我多 你有自信点位抓得比我好 可以不参加 没有关系 我相信看我节目的一定有高手 一定有 在我群里面经常有人跟我吹嘘啊 祖宏师你那天买那个 我买的比你低喔 比你低两块钱喔 好啦 差两块也没差吧 你如果说差20块 那就算你厉害了啦 我也可以接受啦 好 算是这种交流嘛 大家懂我意思吗 这交流嘛 你买的比我低两块钱没有关系 因为你要是买了我奖的股票啊 这才是重点啦 不是说我喊A你买B那就不一样 比如说我说我们可以买尤达 你去买群创 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喔 我只是举例喔 不要真的跑去买尤达 我只是举个例 就像说我喊志愿一定有人跑去买什么创威啊那一些 我不能说不对 六头没线 力道不同你懂吗 所谓的力道不同就是说 我认为IC设计会长 这是每一档的涨幅跟它的高点以及它的这个力道 不会每一档的一模一样 我们拿AI来讲就好了 不可否认的最强的就是什么 具有科技啊 两杯 而且当然你从底部算是五倍的啦 我们就只开始起涨 从过年后开始起涨 是不是具有涨最多 两杯 你说什么瑞昂那一些有涨啊 但是它的涨幅跟力道跟市场的认同度 就是没有具有科技高 为什么 因为具有科技是台积电的什么合作伙伴 光凭贯单的这个概念 我跟你讲啦 很多公司就吃不到啦 我们讲到白的嘛 如果今天台积电真的要拱具有科技 我一直给你灌一下 一直给你灌一下 那你觉得230几块算贵吗 他不会把单灌给跟他不是策略伙伴的嘛 所以为什么我要押具有科技 这是经过我深思熟虑的 大家知道吗 你怎么押到那么强的具有科技 叫别说为什么我在13号那天不是啦 22号 对不对 为什么我那时候赶紧告诉大家资源 一样的道理嘛 我没来没钱 哪里摸一支资源出来 没来没钱13号我告诉你可以买自情 一定有我的考量点在嘛 而这个考量点不是一般的投资朋友 你能够想象得到的 要相信专业 好 进广告 等一下再聊其他的个股 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势 股市迷失现阶段手中的标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都在股动乾坤 陈东斗库 周老师感应支持大优惠 特别开放短期体验 今天入会一律38,800 今天入会一律38,800 机会难得尽情把握 传线02 2752 5868 2752 5868 陈东斗库 三大保证 第一保证 正派经营 绝不可公司派大股东主力作手 勾结坑杀散步 第二保证 诚信为本 以绩效诚信 为公司营运主轴 第三保证 贷进一定贷出 精选持股 持股集中 保证 贷进一定贷出 陈东斗库 拥有股票 期货 双振兆 本营领先动心市场 稳健获利 无往不利 陈东斗库 值得托付 02 2752 5868 2752 5868 陈东斗库 周老师 感应支持大优惠 特别开放短期体验 今天入会一律38000 今天入会一律38000 机会难得尽情把握 传线02 2752 5868 2752 5868 国立法官的参议 可以让这个司法的制度 更公开 更透明 我们就是一个法治的国家 我们需要的不就是 不一样的一个想法 去激荡出一个新制度的推进吗 或许是各个阶层 各个背景的声音 而且你自己可以提供 你自己的观点啊 我会建议大家就放轻松 如果有机会的话 可以参与 我觉得还蛮棒的啊 我觉得我一定要参与 好 那刚刚上个阶段就跟大家提到了 大盘有补量 大盘有补量 加上指數創新高 他就比較不會有虛擋的問題 那當然啦 站在如果你很重視指數的人來講的話 可能我在想吧 有的人就是在等 看看1萬6才要進場都有可能 但是我必須要告訴大家 標股是不等人的 黑馬是不會等你的 基本上來搶 長得越兇的跑得越快的 它是不會慢慢等你來的 所以像智源 智行中股票的話 它一旦發動的時候 有時候那個速度真的滿快的 就像當初具有科技一發動的時候 你很難想像得到 對不對 這個體材橫空出世 每個人都去看 你看連續漲十幾天這裡 好不容易到這邊才開始稍微震盪 又噴出大漲一段 那我問大家好了 是後面這一段比較重要 我相信絕大部分的投資朋友會覺得說 反正有賺就好 但是我告訴大家 這一段才是最重要的 因為不是所有的股票都會有後面那一段 這一段最重要 所以像我在代會員來講的話 我比較偏重就是先把第一個階段賺到 後面要不要買再講 那就是後面在商人的事情 可是這一段如果我可以賺得到的話 我跟你講走路都有風了 都可以橫著走了 好 橫著走了 好 那今天的光照稍微壓回 但是我覺得這沒有關係 因為今天台積內概念股稍微被影響到 因為這次的關係漢堂 奇怪 說要公布要除息 結果今天跌停板 我也覺得怪啦 那當然因為這個漢堂 它真的也漲多了啦 漲多了 所以我覺得這種震盪的方式是比較不尋常的 但是這不是我們討論的範圍內 那當然光照今天稍微一點壓迴盤 那是不是影響不大啦 畢竟遇到前面的高點 稍微震盪一下都是可以 這都是可以接受的 很多股票都是這樣子 再來今天跟大家小聊一下這個財域 兩天沒有聊了 財域也是這個台積電的概念股 它敢稱之為台積電的小經濟 一定有它的道理在 不過可惜就是它的 第一二月的營收都是比較偏衰退的 導致它現在股價都是稍微壓回 但是就一個格局上來講的話 來 就一個格局上來講 我相信有的還是滿偏好高價股的 就一個整個我們把它來看的話 它其實是一種底部墊高 一底比一底高的格局 看起來有點像是奇形 這個叫今天我要特別再注意看 這個負財 一二月份的營收大衰退 品下面現在還在漲停板 營收衰退到48%五成 可是它離空不跌 你看這個負財的格局 想不想踩運 這是很容易比較的 大家懂嗎 好啦 當然這種比較法則 不知道我們今天的討論範圍 我們今天的重點在這裡 趕快跟上朱老師的腳步 你看我們前一陣子大概從月中以後布局的股票 一檔接著一檔在發動 我不曉得下禮拜哪一檔會發動 我只知道我都壓對了 前幾天跟他講韓志源啪 兩機漲停了 月中告訴大家趁拉回布局自請 今天也漲停板 那光照已經創新高了 82塊開始布局了 最高到98了 也賺兩聲的假了 投資朋友 我的持股不會全部寫在測標上面的 有一些真正的鴨香寶等你來體驗 真正的鴨香寶等你來體驗 我剛剛已經講得很清楚了 有一些股票我只會留給會員 等到我們布局好了 發動有賺了再拿來公開 再拿來公開 承熱的邀請你趕緊跟上周老師的腳步 有任何不了解不清楚的地方 都非常歡迎你跟我們線上的助理 今天聯繫 當然非常歡迎你加入粉絲團 不管你是要來諮詢的 要來交流的 周老師都非常歡迎 節目最後由一出所有的投資朋友 曹志順利 我們下週再見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隨身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 主持人應獨立 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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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啤酒还是绿茶 好喝好喝 请你来见的 绿儿绿茶 陈东斗铺三大保证 第一保证正派经营 绝不可公司派大股东 逐力作手勾结坑沙散步 第二保证诚信为本 以绩效诚信为公司营运主轴 第三保证代金一定代出 精选持股持股集中 保证代金一定代出 陈东斗铺拥有股票 期货双振兆 本营领先动心市场 稳借获利 无往不利 尘托托付 值得托付 02752-5868 2752-5868 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势 股市民师 现阶段手中的标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 都在股动乾坤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